夫妻生活中,女人身上多了这四道痕迹,十有八九,外面有人了。 对于婚姻中的男女来讲,你珍惜我,我亦不辜负你,岁月静好,你我相守到白头。 这种感情是所有男男女女都想要的,但是人都会变,有些事情的发生也不是在意料之中。 在夫妻生活中,假如女人身上多了这四条痕迹,那么她十有八九,外面有人了。 一,开始对你沉默无言了。 我们都知道恋爱跟婚姻是两码事,恋爱的时候两个人每天都是激情和浪漫,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,都会有新鲜事情发生,彼此也会觉得对方无可挑剔,完美无缺,就想这样跟她一直老下去。 但是结婚后却发现,之前的激情和浪漫都已经不复存在,每天都要面对柴米油盐,生活平淡如水,过一天少一天。 当女人觉得恋爱和婚姻有落差感的时候,有些耐不住寂寞的女人,往往就会选择出轨。 当遇到情人之后,又回到原来激情时代,此时面对原来婚姻中的丈夫,就会觉得她丝毫没有情趣,日子久了更是懒得同她说话。 两个人即使面对面坐在一起,也是相顾无言,唯有沉默。 二,开始对你无端发脾气。 男人都喜欢温润如水的女人,在恋爱的时候女人也是鸡精,温柔地对男人,让男人感觉到女人就是她一辈子要守护的那个人。 但是结过婚之后女人却发现,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,日子久了,女人就会产生疲倦。 当一个女人看你哪都不顺眼的时候,其实在她心里已经有了其他想法。 这时候女人最容易出轨,她会莫名其妙就生气,也会无端地跟你大吵一架,因为她心里藏太多的事情,不知道该如何发泄出来。 三,开始喜欢打扮。 都说恋爱的女人最美丽,因为有了爱情的滋润,女人心情也好,也会容光焕发,整个人状态都很佳,再加上恋爱时候女人非常注重打扮, 她们想给对方留一个好印象,想要在对方面前表现出最完美的自己,因此很多女人在恋爱的时候都会跟平时不一样。 当一个女人开始注重自己形象,开始打扮的时候,说明她恋爱了,一个人只有这个时候才会开始想要改变自己,但唯一遗憾的是她为的不是你。 四,开始回家越来越晚。 女人在外有其他人之后,你会发现她回家时间越来越晚,有些女人甚至夜不归属,有些女人会打折出差的幌子,跟情人在外游戏玩耍。 当一个女人开始回家越来越晚,那说明她对这个家已经不再抱有怀念,更多的是想要远离她,她不想看到你,也不想看到关于这个家的一切。 对于她来讲,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。 总结,在夫妻生活中,假如你对对方很关心,那么她身上一旦出现这些痕迹,其实你能发觉出来,除非你一点都不爱她。